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变更道路设计 保留百年糖铁 保留百年糖铁 守护西港绿地 那西港库阿桃生态艺术村 到今天已经是第117天 從鄭敦泽 西港青年鄭敦泽發起 到現在已經111天 我們住在這個生态村 打造這個生态村 並且在今天開始 會有藝術家 住在樹上 表達 進行樹上的抗爭 那因為公務局來的公文 上面是寫8月31號 是最後的拆除地上物的期限 所以在各個藝術家 住過這個生态村 感受到這裡的氛圍 以及所有土地的能量之後 他們討論出來 決定要用行為藝術的方式 來表達我們的抗議 還有守護這片土地的決心 那我們主要三大訴求 就是要變更西港外環道的設計 我們要求能夠保留這邊的綠地 農地 老樹 還有珍貴的百年台塘鐵路 同時會有兩位藝術家 從這邊爬上樹上 來演出我們這個 今天開始會住在樹上的藝術抗爭 我們希望道路兩旁 一邊是自然環境 一邊是銅鐵的歷史文化 這個東西可以保留 這兩種非常重要的 在地的資產可以保留 然後呢 道路應該也要可以設計 重新設計 然後讓它變得更小 因為目前設計的24米 大道路已經太不符合比例原則 跟那個車流量 你要註解的車流量太不符合那個比例原則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道路縮小 然後盡量保留旁邊的自然生態跟糖鐵的遺跡 那我們西港也可以利用這個糖鐵的遺跡 發展自己在地的特色 甚至可以跟種野糖廠 還有蕭龍一文中心那邊 形成一個三角的鐵道生活圈 而不是生活圈道路 但是台南市政府的一份105年的交通報告書裡面 有指出說 這一條道路 二階省 已經 五十幾秒到 一百一十七秒 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對 需要砍掉這邊 上百克的樹 需要砍掉上百克的樹 然後花掉2.6億的公堂 所以你覺得很不合理 嗯 然後你不保留 把它 就是 利用現有的東西 把這個地方 用最小的 環境衝擊的 就是景觀改變 來達成 我們地方發展的目的 而是為了一條 不被需要的 外環道路 我們這幾個月來就是紀錄跟調查西港縣唐鐵的歷史 還有這個 這一切歷史脈絡跟文化價值 那昨天接到公務局的電話 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提的文化資產保存 旗戰跟唐鐵 是不列車最重的決議 那我們覺得很荒謬 文化資產審查 竟然是由公務局打電話來告知我們審議結果 那這也可以看到說 當文化碰到開發 常常都是死路一條 但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而且絕對要守護這裡 守護這些農地 還有老樹 以及這邊的森林 那我們希望呢 就是我們的環境可以被保留 那我們出外的遊子呢 是可以喜歡你的家鄉 你是可以回來家鄉生活 可以回來家鄉工作 我可以回來家鄉 談戀愛的 那我們希望 這一塊地方呢 可以 可以像亞馬遜叢林 是地球的飛一樣 我們希望 可以從古拉桃小森林 可以是 可以是 可以是西港的飛 我們不希望 已經被破壞的地球 就是 再有更多的侮染 我們希望 這塊土地 的動物的棋地呢 可以不要被破壞 他們可以在這裡活下來 他們一樣可以在這裡生活 一樣可以在這裡談戀愛 那我希望就是不只是 我們也是西港的居民 就是甚至我們 全台灣全世界的居民 我們可以不要留存著一種 開路蓋屋 就是發展的 一種舊式的思維 我們希望 我們對於一個地方 可以有更多的想像 你可以去思索著 十年後 二十年後 你希望待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這都是我們的選擇 那我們希望 就是我們 這裡的 綠袋 我們這裡的 百年信仰文化 以及呢 我們可愛的人們 就是都可以 待在這裡 我們未來 開闢一條 永續的道路 謝謝各位 我們 我們 來 做個什麼 我們 每次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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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